溫吉他志 哈囉 歡迎來到溫吉他志 那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 持修的正想著你這首歌的吉他教學 那這首歌的話 和弦就是蠻簡單的 這幾個和弦 可是這首歌非常的好聽 而且就是非常適合唱給你喜歡的人聽 好 那我們就一起來學習這首歌吧 那首先這首歌呢是E調 所以說就是然後Play E 所以不用夾Cabro的歌 以後就這樣子 不用夾Cabro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前奏的部分 前奏它是一個刷code的感覺 大家可以先聽一下這個感覺 OK 那這個的話呢是三個和弦 第一個和弦的話是E和弦這個樣子 那第二個和弦的話呢是Bsus4這個樣子 好 那第三個和弦的話是Asus2這樣子 OK 那它的小節呢是這個樣子 就是它第一個小節裡面會放兩個和弦 就是E和弦跟我們的Bsus4 那第二個小節呢就是彈我們的Asus2 所以它是這樣子 OK 那它的小節呢是這個樣子 5 5 3 4 4 5 3 7 7 5 7 7 7 8 7 就是摔高音弦 那GO的時候就是彈下來 好,我們聽一下這樣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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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的節奏是這個樣子 那因為第一個小節的話他是一和弦 就是彈一半就換Bsus4 所以他是這個樣子,一和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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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換Bsus4的弦 GO 然後換Asus2的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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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再RUN一次聽一下 好,那你說這樣聽起來跟圓曲還是不太一樣 那是為什麼,因為他加入了一些 Pone Mute的東西 那就是說你可以用你的手掌的這個地方 你在刷扣的時候你這個地方 碰在你這個琴橋的這個位置 這樣子 這樣碰著 那這樣你在刷下去的時候 聲音就會變成這樣 就是這種蹦蹦蹦的聲音 本來是這個樣子 本來是比較明亮的聲音 那你這樣子悶住以後就會變成蹦蹦蹦這樣 這樣 好,那大家跟我做一下 然後再練一次好像 蹦蹦 恰恰 高 然後這個樣子 那你會說 欸,聽起來還是不太一樣 還是少什麼東西 那就是他在彈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點 類似這種 shuffle的感覺 就是說他下去跟上來是不一樣 那我們平常彈頭弦是這個樣子 就是下上下上是等長的 那他其實是下會比較長一點 上會比較快一點 他就是這樣 聽起來會有一種 搖擺或是比較輕快的感覺 所以把這個東西也加進去 然後結合我們剛剛的Pone Mute 刷起來就會像這個樣子 那我配合起來就是 這個就是前奏的部分 那前奏完其實就聽到主歌 那主歌的刷法跟這個東西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就加上唱歌的部分 這樣 好,結合跟主歌就是一模一樣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到副歌啦 那副歌也是這樣就是三個兒弦喔 一和弦 Bsus4跟Asus2 那只是他的長度有變的 他長度就是變兩倍 也就是說一和弦他就是Z一個小鞋 那接Bsus4 然後再換Asus2 然後Asus2變兩個兒弦喔 那他的刷法是怎麼刷 因為刷法一次你先聽聽看 OK,他的刷法是 我列出來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樣 好,現在有點複雜 再放慢一點 大家可以看 那一開始先做兩個低音的 蹦蹦這樣 蹦蹦 蹦 OK好,那第二拍我們做 恰恰狗這樣 恰恰狗這樣 恰恰狗 然後在第三拍比較難一點就是 蹦蹦蹦這樣 蹦蹦 然後 蹦蹦 然後 蹦蹦 然後在第四拍就做 恰恰狗這樣 恰恰狗這樣 恰恰狗 好,那把它全部串在一起喔 那我放慢一點 那你可以試著 就跟著唸出那個節奏 這樣就比較順 聽一下 蹦蹦 恰恰狗 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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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著這個樣子 然後再搭上我們的和弦跟唱歌 就會像 這個樣子 蹦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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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後就是我們副歌的部分 那接下來講尖奏啦 尖奏的話會有一段它的和弦比較不一樣 那它和弦是這個樣子跑 大家先聽一下 OK,這段的話其實 它也沒有唱歌啦 就是電吉他會彈一些差音的部分 那這邊的和弦的話 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 這個的話是 升Cmine的變形 這樣子 那第二個和弦是 A-sus-4這樣子 那第三和弦是 一和弦 其實剛剛都學過 那第四和弦是 B-sus-4 好,那它的節奏其實也是跟 副歌的一樣 我們再來聽一下 然後這個就是尖奏的部分 好,所以這個就是這次的持修正響的你這首歌的吉他教學啊 其實不難,對,和弦就是蠻少的 那比較需要練習的部分就是這個 好,這個pomutant 然後加上有一點那種shuffle感覺的節奏 這個你需要練一下 可以齁 那這首歌還蠻好聽的 那也是一樣吉他博爆 我就是放在下面 那你可以點擊去觀看啊 可以幫助你的學習這樣子 那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還有想要學習什麼歌的話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我也記得要吃 我們就下次見啦 打掰掰